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 你快来 快来 快来 小心 你看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我带老大来过 是吗 是吗 妈妈 咱们给老大选一个这个怎么样 都漂亮 我喜欢 我喜欢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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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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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起的什么月呢 不能说 说了就不凉了 这么没意见 赶紧进入送生日礼物的环节吧 送生日礼物 拿那么多奖的 龚俊 生日快乐 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 这个礼物有点贵重 我真不能用 妈妈 咱们送老大的生日礼物呢 拿出来吧 妈妈忘带了 你怎么忘带了 真疼啊 好好做事 我的礼物你可以不收 但是莉莉的礼物 你一定要收 生日快乐 爹地 生日快乐爸爸 他为什么叫你爸爸 因为莉莉是你的亲生女儿 什么意思啊 是我亲生女儿 亲生女儿早就没了 我没打掉的 五年前我在机场 我看得清清楚楚 你的肚子不见了 是我把肚子勒起来了 为什么 我舍不得他 你不觉得你给我这些剧情太狗血了吗 生活永远 比电视剧更精彩 我也可以不说的 但是 我不愿意让我个人的错误 却让一个孩子背负一辈子 我 孔贤 我只是想跟你说 人生无悔 可是离开你 是我最后悔的一件事 我说几句 孔贤 咱爷俩 不是一年两年的交情 我和绿军他妈妈 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孩子来看 今天 我代表我们全家 代表丽军 要向你说一声 对不起 不 那个老首长 您千万别这么说 我 我 我担当不起 只是刚才丽军他 他说这个孩子 我有点 我有点反应不过来 我 我理解 别说你反应不过来 我也反应不过来 您知道 对 我也是前两天才知道这个事情的 但是 假如当初我就知道是这么个情况 我就是把他绑也绑在家里 不让他走的 现在事情已经是这样了 我代表我们全家 请你原谅 来 看见咱爷俩分上 咱们把这杯酒干了 我先干 我先干 来来来来 咱们大家吃菜呀 来 来吧 小薰 来 吃菜 快吃菜快吃菜 来 来 你喜欢吃菜快吃菜 你喜欢吃菜快吃菜 来 你也玩了 来 我上上飞机就解开 绑在肚子上的绷带 但是我先要喝腻子 她也要吃菜 肯定是大事 我心也应该太紧了 没能力 我早就掩飞了 就有一心 再也要吃菜 我腻肚 tomar 就要吃菜 是 小薰 我 睡一样 我一样 可是他一个字也不说 我告诉他 他的爸爸在国内 他就天天盼着回国 第三年 他喜欢上文画画 有的时候 他会画在自己的身体上 第四年 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他叫了 爸爸 第五年 他画了很多的画 特别多 全部都是爸爸 我突然感到 我自己太自私了 所以 我决定把他带回国 叫爸爸 他叫爸爸 他也不应该叫的是我呀 我不在他身边 他应该叫的 是把你带走的那位呀 没错 可是我心里知道 许于飞不是他很爸爸 这事许于飞也知道 从一开始就知道 我说不定不认 他就知道 他也不认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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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分钟 他也不认为他 跟他一分之间 他也不认为他 对不起 我先走了 对不起 我先走了 你等等 虽然你不相信 但是我必须给你看一样东西 就是莉莉每天晚上睡觉时 都会抱着的一张照片 而且一拿走她就会大哭 对不起 对不起 金珊 你翻什么呢 我都听到这个礼物在你包里 你根本就不是忘了它 那你也不能随便翻妈妈的包啊 那你是不是因为就是老大有了莉莉 就不想把这个礼物送给她了 对不起 问你一个问题啊 巧克力和冰糖每个更好吃 当然是巧克力好吃 那如果你的好朋友已经有了巧克力了 你还会送她冰糖吗 什么 你在说什么呀 我听不懂 你老大已经有更好的礼物了 可是我觉得等会送她的礼物才是最好的 你看 多好 你看 多好 这些什么事 凯南基建总裁下个周会到中国来 我想让她跟北澳接触一下 好 杨总 你来晚了一点 合同的事我已经跟杨总谈完了 合同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一些细节的问题 修改一下就行 空姐 没想到你跟李军的孩子都这么大了 好事 那你们先聊着 我们先走了 杨总 你慢走啊 好 这里居你什么意思啊 怎么了 你干吗把孩子带这儿来啊 孩子在家没人带 我父母出去了 我不带这儿来带 没人带你也不能带这儿来啊 这是工作场合知道吗 你无非是想给我施加压力嘛 现在莉莉是不是我的女儿 我不敢说 但至少是你的女儿 你怎么能忍心拿她当砝码呢 空姐 你现在怎么对我这样 你变了你知道吗 都会变 所有的事情和人都会变 只是有些人变好了 有些人变得更糟糕了 那你怎么对我这样说话呀 来 莉莉 莉莉莉莉 莉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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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莉有此逼一场 她最害怕听到别人这么吵 可没发现 她总是一个人画画 从来不能交流啊 从来不能交流啊 没事啊 算了 炒都炒了 这画笔也折断了 陪我重新给她买一套吧 这一盒画笔能用多久 这得看莉莉的心情 看心情 心情好的时候想说话 就用得很快 没有表达欲 她一两个月都用不完一刻 那有什么好方法 让她保持心情愉悦 给她看爸爸的照片 对了 我想给莉莉买一个安全座椅 你陪我去吧 走吧 嗯 哎 爸爸 你拿着冰淇淋 好啊 爸爸给你去买 好不好 好 待会儿啊 我先给她去买冰淇淋 你们在上面等我一会儿啊 走 小心一点 小心 小心点 你们再去那家店看看 走 冰淇 这位是 他是我老公 您是 我是他老公 这么巧啊 这么说 他是你们的孩子啊 我儿子 他是 我和龚建的 都那么大了 就睡了 那样你们俩挺聊得来 干脆你们到隔壁咖啡馆聊会儿去 擦擦 我们走 你哪儿都不能去啊 你是答应儿子一块儿买变形金刚的 你也不能去 安全座椅还没买呢 回头再聊啊 拜拜 累了 坐会儿吧 坐会儿 刚才那场面真是容易让人误会啊 没有人误会 你现在就这样跟女人玩暧昧 邓草嫂是我女朋友 为什么不早说 没必要跟你回报 你不是要做亲子鉴定吗 好啊 我们去做 好啊 我们去做 到时候我就不相信 你为一个邓草草 会不要我和李李 我已经咨询过了 你呀 只要拿着样品 你自己去吧 我可不愿意看见那种场面了 我可不愿意看见那种场面了 还那么暧昧 你说这关系怎么那么乱啊 这跟你有关系吗 跟你有关系啊 你怎么还那么傻 一个真心爱你的男人 会跟其他女人搞暧昧吗 还换你自己的事情 走 你没关系 你看那爸爸给我 在比一句抓紧 红绵俊 今天我要去医院做鉴定 你不去忙 没这个必要了 是谁的孩子我最清楚了 好吧 进来 舅舅 这是您要的东西 给您准备好了 您先出去吧 来 好 您干净可以吗 可以的 要多长时间去接过 一般是七个工作日 那我要假期呢 假期的话三天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 我假期 你还记得你那前姐夫工件吗 记得呀 当时你俩离婚 这闹得沸沸扬扬的 大伯都病了好久呢 我现在准备跟他谈复婚呢 复婚 你当时可是把他孩子都打了 他能原谅你吗 我没打那个孩子 这次我都把他带回来了 李俊杰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吧 没跟你开玩笑 弓箭也不相信 这不到你们医院来做亲子鉴定呢 那结果他出来了吗 我还不知道呢 所以我才过来求你啊 我就想先看一下那个检验报告 先看一下那个结果 这几天我心里面都特别不踏实 这我也不方便呀 你看 我都已经浪费了五年的时间制作 真的不想浪费时间 让我看一下那个 就看一眼 我帮你现在办法好吧 您真的是那位在美国纽约 拉斯维加斯和梅阿密的沙滩上 都做过画展的徐菲老师 这是我最近的一些作品 虫状的线条 鲜艳的色彩 果然是你 那我可以留下来吗 可以可以 不过 我有一事不明啊 像你这样的人 怎么会选择我们这么一间小画室 还是教孩子画画的 作为一名艺术家 不可能固步自封 不突破自己 生活当中处处是养料 尤其是像在您这儿 可以接触到很多小朋友 从他们身上 可以给我很多创作上的灵感 主任 您 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没有没有没有 求助不得 求助不得 这本画车 能送给我吗 当然可以 好好好 对对对 那得上个面 先上个面好不好 好 画得不错 就是过头或用色 稍微死满了一点 你是谁啊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我是你新来的老师 怎么能证明你是老师呢 好 你真的是老师耶 愿不愿意 跟老师经常上一些小课呀 好啊 关小轩是你吗 关小轩是你吗 我给你起个英文名字吧 阿波罗 阿波罗 什么意思啊 就是西方神话里的太阳神 代表勇敢 智慧 酷啊 这个名字不错 很适合我 这个名字不错 你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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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没有办法 你不是吗 总是 надо 都给你 小轩 又是你 这个家长 你找谁啊 主任 萱萱呢 萱萱 跟老师出去了 跟老师出去了 我是送孩子来学画画的 不是让你们带孩子到处乱跑的 你们别着急 这位老师人挺好的 我也是花大价钱 从美国给他借过来的 他画的画 现在正送到一些个 素商家来追捧 节节攀升的 你看 有很多孩子都愿意上的课 他卫图跟萱萱聊得挺近 您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我现在人呢 孩子去哪儿了 应该就外面牺牲的 不远 朱老师 学生家长找你 你们聊吧 我走了啊 妈妈 你来了 妈妈怎么跟你说的 只能在教室里画好 不要到处乱跑 谁要带你出去之前 给妈妈打个电话呀 你忘了 妈妈 老师说我画得很好 应该有更专业一些的笔 还有画家 你看这是老师给我买的笔 还有画家 你好 怎么称呼您啊 我姓许 许一飞 许老师 不好意思啊 我希望以后你把我孩子 调出去之前 事先通知一下家长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不是吗 我说错了吗 有没有人跟你讲过 有没有人跟你讲过 你的三十八度侧面特别美 特别是有一缕头发垂在眼前的时候 我是一名画家 这是我的名片 你可以叫我希尔夫 我想请你为你的儿子做一回模特 小鲜妈妈 你知道吗 你的儿子在绘画上特别有天赋 当然了 我现在是在街上的 不仅在街上 在街上有什么地方 你明显的变杂 在街上有什么事 你说你也不过 这些就要好 你是不是 要不仅在街上 你为什么说 我说其实你会有什么事 我说你 Rock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也太神奇了 老师也帮了我一些 小夏你要记着 以后在你完成你的作品时候 要数上你的名字 那我可以签阿波罗吗 当然可以 搞定了 我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 才帮你拿到的 立军姐 你这怎么了呀 给我弄点糖水 那好 那你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来来来 好好好 来来来 各位请 各位请 这儿呢 是我一好哥们的私人贵所 我就图这儿一清景 所以呀 就把大家请这儿来了 好 既没有项目上马 也没有项目收工的 这顿局 咦 我们有点忐忑呀 没事儿 待会儿我就给各位唱忐忑 好 来来来 走 今天不是生意场合啊 就是我请各位来表达一下自己的私人心意 再做到各位 无论从年纪上还是在北奥的自力上 那都高我一筹 我就自作主张 叫你们一声大哥 好不好 好好好 太高兴了 哎呀 比起做生意来 我是更愿意交朋友 爽 我呢 今儿就有贝勒斯林好友 他来自于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年份 不同的酿做工艺 希望在的各位能从中找到 属于自己心意的口感 观众我来吧 不用了 我要亲自招呼各位大哥 姐 我委会拿报告给你看的事 实验室主任知道了 连来的实验室的小王 和我一起修处 以后这种事 你可千万别再找我帮忙 不疼에서는 不做好准备了吗 一点准备都没做好 突然有了一女儿 我想我得适应适应 适应 可谁都得适应一些 有一种完全被打乱的感觉 准备了 我先跟周理军聊聊 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打算 我都尊重你的想法 你的想法呢 你来干吗 我来看儿子 空总 真够累的啊 自己老婆孩子要关照 还那么关心我老婆呀 这房子她可以租的吧 她就是为了安抚你这颗受伤的心啊 男人的心情我要比你懂 不管她之前离婚为了什么 也不管她现在有多爱你 但是她现在老婆回来了 还代言女儿 也不管她对小轩有多好 女儿是她亲生的吧 这谁都比不上的 你要知道 爱情是敌不过亲情的 你到底干吗来了 我知道我说的话你不爱听 但是我不跟你说 你永远都想不明白你知道吗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走吧 我要等我儿子回来 那别在这儿待着了 学校接她去 终于相信丽丽是你女儿了 我还是想不明白 你当初走的时候为什么要骗我 五年前 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和感情 已经灭亡了 但是孩子是无辜的 他在我肚子里流的是我的血 我舍不得 但那个时候 我要是不说把他打掉了 你会放我走吗 当然不会 那不就行了吗 跟你生活那么长时间 我还是挺了解你的 你了解我吗 空姐 我们复婚吧 你不觉得你当初的想法 和现在的想法都很荒谬吗 既然你说了五年前 我们的感情和婚姻 就已经灭亡了 为什么现在 又有这种想法呢 等孩子一出生 我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孩子应该有权知道 他的亲生父亲是谁 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家 空姐 你要孩子 我把孩子给你带过来了 你要做亲自鉴定 亲自鉴定也做了 你还要怎么样 如果是在一年前 你回来说这些 也许还有可能 但现在 现在你有了邓曹操 有了小萱 就不要我和莉莉了 这两码事儿 既然你这么已经决定了 那你还找我谈什么呀 谈孩子 你想怎么样 我希望孩子 健康成长 他的病情 能得到缓解 他能够快乐 那我和莉莉就搬到你家去 莉莉有多依赖爸爸 你也看见了 除非是你不想负钱 这个当父亲的责任 如果我不想负这个责任 今天我就不会来找他 你谈 那就这么定了 一个礼拜 莉莉在我这儿三天 在你那儿三天 剩下的一天 看莉莉选择跟谁了 莉莉 这里是爸爸的家 你在这里要乖乖的啊 你确定吗 那是我孙女 确定 我做了亲自鉴定 那他怎么 那个招呼都不打 也不说话 这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他表达情感的方式 就是画画 好奇怪啊 妈 我不是你妈 阿姨 谁是阿姨啊 谁是阿姨啊 这儿没阿姨 算了 我知道您不想看见我 我就不在这儿给您添堵了 凤姐 莉莉今天就交给你了 没别的就两点 第一 不要跟她有肢体上的接触 第二 晚上睡觉的时候 让她拿着你的照片 好 从现在开始 你要发誓 我就看着她不顺眼 刚结婚那会儿 她对你一致其十的 现在离婚了 我看她就更不舒服了 还说什么 跟孩子不要有肢体接触 耍什么威风啊 我是她奶奶 我就不能动动孩子了 我去抱抱我睡觉 妈 莉莉 莉莉 奶奶抱抱 奶奶抱抱 妈 妈 莉莉有自闭症 只要超过她心理预期的 肢体接触 就会产生极度恐慌 自闭症 对 可能是因为从小 就没有父亲在她身边生活的原因吧 不对啊 就算是你不在她身边生活 可是丽君 后来嫁那老公 不也是她的父亲吗 莉莉 我是奶奶 莉莉 我是奶奶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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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丽君呢 她哪是带回了个女儿啊 是带回了个冤家 我看我呀 还是回小宝家去吧 她还挺不怕你的 行 那您就回去吧 慢慢来 我到第一次知道 做奶奶的 不能抱孙女 好 莉莉 别怕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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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是不是因为老大有了莉莉就不想要我的呢 以后没什么事呢 别瞎猜 妈妈 老大有好长时间都没来看咱们了 老大有了莉莉 莉莉比我们更需要她 这不是因为莉莉不说话呀 我的话很多 我可以填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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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没有她 我可以填给她 我可以填给她 你干吗 我的话 我可以填给你 我可以填给她 没能躲开命运的游戏 还不是走得太早 就是来得太迟 风把头发吹理乱 习惯自己疏离 按下手机按键 只能打给自己 不能给幸福 下一个定义 大地是一起说笑 一起承担风雨 转过几个转弯 才会遇到知己 经过几次失去 才会懂得珍惜 幸亏遇到你 幸亏遇到你 流浪的心才停止 在暗夜哭泣 幸亏遇到你 幸亏遇到你 从此眼前都是 被擦亮的日子 幸亏遇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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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场旅途的门 在场旅途的门 闻到花开的香气 在场旅途的门 在场旅途的门 在场旅途的门